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980年 我国第一次参加冬奥会 五星红旗首次飘扬在了冬奥会的主会场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 举办城市 2022年 北京举办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双奥之城 42年 未曾想我们竟走了如此之远 我们有过太多感人的故事 今天 我们将重温那段光辉日月的历程 回望那些振奋人心的数字 欢迎我们温暖的冬奥记忆 安徽有好酒 好酒复合箱 本节目由青种子复合箱 独家冠名播出 滑雪嗨翻天 成套买家电 本节目由5G成套家电 国家经理成红赞助播出 看冬奥 上咪咕视频 老师 上咪咕视频 啊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大家看到的是一场 别开正面的冰上气��一白会 哇 欢迎各位 我们的每位选手 各个都是抖擞精神 全力以赴 第一位 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是石探 整个中国足坛 中国足球当年的领袖 亚洲最佳运动员 那么他的口号就是 别人的快乐 就是我最大的要求 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口是鲜飞的大哥 范志毅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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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位 他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羽毛球 世界赛双打冠军 他今天来了 就是为了冲击冰雪运动的 另一个冠军 他就是坐缆车 坐到发晕的 为什么他有点晕的 太晕 冰雪奇缘 努力向前 吉尔介绍的是 曾经的登堂公主 登堂就是她的家 而现在 她已经忘记了回家的路 甚至回家 也会摔跤 河河河 快乐至上 勇者胜 曾经呢 她是跳水界的难度王 现在是 一直赢的实践者 胡冲 离开了赛场 我就是开心苦 今天我就给你们带来快乐的 好长啊 什么快乐的 吉尔介绍的是曾经的钱正浩 她呢唱的是还不知道 现在的钱正浩是让实际冠军都为她尖叫 好棒呀 我的目的是漫无目的 她是中国女排流血不流泪调拼不调队 今天她即使带伤也要低卦上阵 只为助力冰雪运动 她就是 女排月神 魏秋月 冰雪七元不断挑战 加油 参加我们跟着冠军驱滑雪 第一届冰雪七元运动会的运动员 全员入场完毕 接下来让我们向着第一个项目出发 加油 加油 今天呢我们要宣布这个第一个游戏环节 这就是记住难忘的24 它和冬季奥林匹运动会当中又有哪些关联呢 我们从历史开始排 那么中国呢是在1980年刚刚恢复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 也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冬奥会 在速度滑冰项目上面 赵伟昌获得了第24名 哦 24 难忘的24 每轮共有24个早餐食物 鞭雪助力团依次选择吃的数量 每个人最少吃一个最多吃三个 吃到第24个食物的人淘汰 比赛最终排名前三的将获得冰雪趣味运动会积分 是不是要增加难度了 那当然了 什么难度 张红红领队加入到咱们的小脸 我终于归队了 大家干嘛的时候注意点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卧底 由于张红领队加入到我们队伍当中 这难度给增加 如果他要是在整个今天游戏当中记录前三名的话 对你们的分数可就不算了 啊 还是个卧底 写三名 刚才一个很轻松 你知道吗 我有点晕淡 晕淡了 我不怕我不恐惧 吃了 开始了 奶奶多吃一点 大家看来都比较含蓄 哇 我没有冰了 对 你也可以选择放弃 这个游戏是个很恐怖的游戏 就是爱吃鸡蛋 没下 没下 2 2 4 6 8 9 干 干嘛 何周选择一个 三个嘛三个 每个蛋黄少一点 第三轮你是 对选择几个 六个 ok 哎呦现在是剩这么少 因为方大哥不会给我直接让我淘汰了吧 我跟你说逃不淘汰是前面人给不过我们机会 菜菜 八搭弄三个 她弄两个 她弄一个 她弄一个 你说 这就是数学 到最后关键就是最后到八九个的时候 你选择怎么吃 我选择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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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 意味着 如果一人吃一个就到那边 永远到不了我这 要留着 如果她粉一点吃三个 那就 苏宁就在这个附近 这就是到最后几个什么 对不对 其实还是更多的观察 更多的还是有一种心理的对抗 所以我觉得内心的一些的这个计算能让你更精益和精 我来一个 我选一个 留一点可能性嘛对吧 紧张了吧 我不紧张 那我不就直接淘汰就完了吗这轮 我 我弄 我弄一个 你弄一个 拿起来 你自己弄啊 解胜机 你还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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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意思 我说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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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们应该闹明白了 首先你们要干掉的并不是你们自己的队员 首先要把领队干掉 对 红姐进三名我们不得分了 所以你一块把我淘汰干什么 对 留下三个我怎么办呢 哈哈哈哈 你怎样吃也吃不到那里啊 哎呀 我最不喜欢吃一碗韩米瓜和西瓜 你先给我碗的 我 为什么 玩两个吧 现在还有12个 首先要把领背干掉 你要估计我们的两个 一个吧 一个吧 一个 一个 我输入看好了 123456789 你吃三个 我吃三个 我让娜娜吃一个 她吃一个 她就直接欧了 她的目标很明确 而且很清晰 好恭喜 张虎被淘汰 她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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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一个 现在一定要想一想 你到第一点 几八九十十十五十三 我再走一圈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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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比较危险 吃三个淘汰她自己 对啊 吃两个淘汰我 你吃三个我吃三个 你不能吃 你不能 我没事 不能骗我 你要吃三个 我吃三个淘汰 永远不是我们两个人 懂我意思吗 明白 我吃三个 你别把自己噴进去了 哎 下面的人一样吃一个 刚好轮到你 没有 他肯定帮他的 他已经做好了 谁又知道呢 反正逃不太不到他 战云哥 回来了 我借了你帽子 你相信我 我相信你 他也要吃三个我觉得 我要保护我身边的两个人 因为这两个人离我最近 我只要保护好了 我一定不会输 所以我吃三个 你看我想到了 哇 哇 浩浩怎么办 没办法 你吃两个淘汰自己 淘汰自己 我不能把自己淘汰 我就 其实就是这个游戏是 你可以算计 你也可以想要谁吃 但你不能说出来 这个游戏的精髓是放在心里 哎呦这个可厉害 开始 我要不要弃拳 你决定 嗯 我很不爱吃蛋糕 尤其是奶油 我是一个很少吃蛋糕 还碰上奶油的那种 我接受不了 你可以拿一个 然后我吃 哦 可以 娜娜选择了坚持 你已经吃了你最不喜欢的鸡蛋了 然后你就不能说要放弃嘛 所以就是蛋糕的时候 就尽量去完成它 再吃一顿 可以 一块 娜娜确实是要考虑的 看你想淘汰谁了 你自己想好 现在主动却在你身上 就是一块两块三块的事情 有请下一位 现在就到蔡云哥到底想要淘汰谁了 对这个我很关键 他是多少就决定了要淘汰谁 但是我想发表我的意见就是说是决定权在我这 但是这只是今天游戏的第一部分 我不想因为这个游戏失去我身边的人 所以我选择决定权给第二个人 我吃一个 把球踢给了别人了啊 现在看二传手怎么样 可以还是老大哥决定吧这个对吧 你还行吗 下面的东西能吃吗 我可以吃所有 我可以吃所有 我放弃了 哇 哇 哇 好感动呀 哎呀 因为什么 他很努力 他不愿意吃的东西他都在吃 我最不喜欢吃一只哈密瓜和西瓜 我很不爱吃蛋糕 这冠军现在对于我来说 我是看你们这些冠军 哎呀 这就体现了一句话 你们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我觉得输赢对我们来说比不上 我觉得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你赢也好我赢也好 本身我们就是这个团 我都哭了 干人 蹦床也好都是团队 你不可能掉掉这块金牌 就很多时候可能自己年龄下一个偏大 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时候去舍 要舍才有得 你这个比赛你是受伤的 你一直要这样上 很多时候一些年轻的学术上不了他 很多时候一些年轻的学术上不了他 哦 我放弃 这轮我放弃 这轮我放弃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一路保护 这个包子我真的吃不了 蛋糕吃不了包子吃不了鸡蛋吃不了 你对对在吃 哈哈哈 哎呦姐啊 哎呦 一直口是心非的男人 被别人口是心非了 不是按照像现在这样 还不如刚才你弃拳 我上去拼一下 节目的主题是怪决 你这个怪决就这样就没了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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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老师跟团队做了奉献的精神 所以我决定我吃 一块 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游戏到最后 我们三个人都有分了 坐在我旁边的人 一定是最有安全感的 我放弃 我放弃 冠军固然重要 但是有些时候 还有更多的深沉的一些意思在里面吧 我们三个人也会在区别宽 cl 我们三个人都会在区别宽炉之后 压倒 何文娜 现在要算的就是单和双两个人 对 目前为止秋月一直是双数的 你喝两杯它就瞬间变成单数 相互打破 看谁拧个座 你现在作用是敌不动我不动 你知道吧 敌不动我不动 敌一动我乱动 和泥连奶啊 哈哈哈哈 就到我了是吧 对啊对啊对啊 两杯了哎 他喝了两杯 嗯 所以双数就在你身上了 你就要同时喝两杯才能再还给他的高数 那喝呗 哪怕没赢 让他撑死撑死 哈哈哈哈哈哈 哎那只能这么想了 感觉秋月的书面太大了 就是我要喝两杯的话也 你喝两杯也好喝三杯也好 你都得输了 对我就 我就觉得你找最少的一杯 你为了为了你输嘛 三杯的比赛就看不到他了嘛 哈哈哈哈 好 四杯了 他必须要喝三杯才能赢嘛 三杯嘛 小意思 哎 对吧 喝奶长大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 我们要呼呼大家 给我们的计划 我们要公布大家对我们计划 我们跟着冠军去划雪的冰雪 去运动会呢 接下来来到了 第二项运动会项目 首先这个考验 是考验大家平衡力 2006年的2月23日的晚上 韩小鹏 在决赛中 他以250.77分 获得了雪上项目的第一枚金牌 今天呢我们也是在挑战他的项目 冰雪趣味运动会 守护250.77 攻守双方各需要守护标注为250.77的水 需在对方持续30秒的妨碍攻击下 守护容器里的水 按照剩余水量分出前三名 并获得冰雪趣味运动会积分 好 现在请第一组前手登场 范大哥认真了 不是认真了 这次上去把水衣撒们就好了 把水衣撒们就好了 范老师跳吧 我有点欺负你 我感觉这个很难 这也太满了 对 好厉害 好稳 范帝不断地跳跃的还断地干扰 不能有身体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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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控制不住 范老师 你都快跳到我头上了 我跳到头上 我跳到头上 看得出来 一个没有分的男人的焦虑感 时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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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表现就是什么 一个没有分的男人 对于一个满分的女人的焦虑感 体现出来 好 焦虑感 千四百毫升 下面请范志毅 一开始就 你上来就已经 自己怎么就漏了 差不多 好厉害 好厉害 下边很稳 可以了 范姊 非常稳定 好稳 体重压制 50秒 体重压制 好虚感 好虚感 可以 非常稳定 非常稳定 起立后进 非常稳定 体重压制 哦 娜娜已经投降了 娜娜已经投降了 娜娜浪我 娜娜在浪我 娜娜在浪我 娜娜我第一次见你比赛动作这么丑 疯传冠军 没想到在这个项目当中 就输入给了一个足球选手 哇 厉害 这个几乎都是满的 这个体重还是有优势的 2100毫升 恭喜 恭喜 娜娜要是来的话 谁能弄动 哈哈哈 人都飞着去了 怎么还不跳啊 好 第二组 哇 哇 这边浩浩已经全力了 上个浮动需要弄的 好 河中很稳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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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你那个 你那个是你撞我啊 没撞没撞 确实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干什么啊 啊 啊 哈哈哈哈 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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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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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太晚了 队长出现失望 啊 哈哈哈 浩浩的水是他的脚啊 我感觉 他一直在跳 帅一点 帅一点 我觉得浩浩的双腿 你都在这样 看我的水烫脚 我以为你是在过泼水节 哈哈哈 还有一点 哎呀 很有刻度 哈哈哈 还没到刻度呢 哈哈哈 哈哈哈 申请裁判可以场外求助吗 哈哈 在蹦的时候 红剑可以撑吗 可以 我同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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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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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点还有一点 还有时间 我想保松你了都不认了不行啊 哈哈 你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结束了 你把最难的这个题留给了我 红姐真的很滑 加油 蔡英的平衡掌握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啊啊可以可以哇可以可以 他马不稳 一百米了 到了吗 变快速快 变快速快 可以了 一千六 好接下来向我们跟着冠军去滑雪 冰雪区域农会的第三项目进发 耶 上微博三月话题跟着冠军去滑雪 讨论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接下来来到了第三个运动会的项目 玩这个游戏啊叫做人体冰湖 大家知道的冰湖项目当中啊 中国女子冰湖队曾经获得过奥运会的奖牌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要靠你们的聪明智慧 争取能够在人体冰湖当中呢 取得脚要名思 我们要找现场的大众朋友们作为你的队友 来配合你的比赛 对 晚上如果找不回来搭档就自己上呗 不行 必须每个人找一个学友 对 他们都不认识你们 记住啊限时五分钟 限时五分钟找自己的学友 快快快 我看出一个国际游轮 快快快 国际游轮 快快快 有点 好 好 抓紧 你可以参加我们 我押向你 不 不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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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师是国际 我们是冠军 国际组织 哇 我们想参加我们的游戏 每个人都找到一个老师 要结束这游戏 我们可以参加我们的游戏 我们可以参加我们的游戏 好 好 那我也要找一个国际游戏 你一门可以吗 你国际游戏 找到一个正在玩手机的 你好 方便跟我们一起参与一下吗 好 谢谢 谢谢你 就是你坐在那个雪橇里面 我们来推 看一下 我也找到了 找到一个秘密武器 哇 啤酒就如此 爱情飞扬子 你在哪里啊 好尴尬 没有能量 还是得专一的过去问 你好 你好 我不要 好 好 对不起 你好 你有兴趣和我一起玩游戏 现在来的我 你好 你好 你有兴趣和我一起玩游戏吗 可以和我 娜娜找到了吗 娜娜找到了吗 啊 我是找恐惧症 我来帮你找 来来来我帮你找 这还用问呢 这弹同胞宝这没问题 你认识他吗 奥运登床冠军何温娜 这个厉害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OK 好 谢谢你 好 注意啊 比赛啊 我们将是比两轮 冰雪区位运动会 人体冰湖 冰雪助力团 将与在学场找到的搭档 进行人体兵户游戏 将队友推向前方地面把心 比把心最近的前三名 将获得冰雪区位运动会7分 张宏的组合仍然是你们的目标 他如果进入到第二轮 你们都没有名次了 我们一个一个一组一组出发 我我我第一个我第一个 好 一号选手范迪和他的希腊兄弟 组成了中西组合 中西组合肯定是冠军啊 肯定是冠军啊 肯定是冠军啊 大家一起注意啊 开始 开始 好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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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 Nada 别动 别动 这就是国际有人玩游戏的这种 灵敏度 你知道吗 好厉害 二号选手 何文娜 现在开始 加油 出手 还差一点 访问一下 是不是何文娜太重了 所以你推不动她 不 你小心你吧 第三个谁 我们快来了 快来 何冲和一个姐姐一起 好 开始 好 停 现在是月月灯塔 我月月一米八四 这么大的个儿 恰恰找了一个小男生 你就是要证明你自己的体重是吧 准备 开始 别上了跑皮 好 差不多行了 好 不动 我反正也是最安全的 放心 我肯定得超过她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站上路径 我们都没碰到互相 这个行 这助跑距离长 对 浩浩你推她 浩浩走边路 绕过她们 浩浩 浩浩成钻了 成钻了 浩浩 边路 走边路 他还没出发 地上的那个冰太滑了 我这个手 我的助跑长度又太长了 所以就是脚滑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一下 换一下 浩浩 我觉得你是负分 啊 哈哈 太滑了 快 快 你快坐上去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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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也要中我们 好 来看看我们的影队张宏来了 我来了 张宏他如果进入到第二轮 你们都没有名次了 这个有点恐怖 我们准备好被撞 好 相信我 好 好 你准备好吗 来 加油 起来了 抓起来了 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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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过来 我要滑색来 再去 看他晕了 我挖他的力尝 挖他的力尝 我看他掌 第二把 前三名 之间的PK即将开始 合冲和姐姐组合 合冲此前拿到了两分 这把如果他获胜的话 极有希望实现反抗 开始 干扰比赛 听话的 好 加油 好 好 高 好 好 没事 过去了 你给我在那等着 可以把他弹出去 可以 算了 第二个出场的是 和温娜 前面拿了两个第一了 这把非常关键 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距离 来 撞出去 来 撞出去 开始 好 努力在吹 好像没有太大希望了 现在看来距离终点 相差较远 冲 冲 冲 现在呢 娜娜处在第二位不动 接下来想是范志逸 范志逸 范志逸在前面已经获得了一位冠军了 范大哥 我们在这等你 来 你不知道东西结合干活不累的 这些人 看什么 看什么 谁放在哪里 我看他 准备 出手 这个队友 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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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 colony 出手 你包错人了 你包错了 你大胆在这 我用力 我用力 好厉害 在这场充满细细性的人体冰壶大战当中 范志毅两把比赛都是优异成绩 虽然他像老鹰抓小鸡一样 但是应该说他本了比赛 我得一点猖狂 来看看 夺冠了 我非常幸运 你很幸运吗 是的 非常幸运 好的 谢谢 好 那么目前来讲 可以说比赛达到白热化程度了 战局如何 且看我们最后一轮比拼了 跟着冠军去滑雪 冰水也 耶 各位观众朋友网友 我们跟着冠军去滑雪 冰雪七月运动会呢 现在已经来到了今天第一届的最后一项 这就是速度比拼 要跟所有的伙伴们说一声 因为我有比赛任务 今天不晚上赶回去呢 我明天赶不上第一场比赛 哦 明白 下次我们再比拼 我给你留一次挑战我的机会 这个比拼对我来说 现在不是所追求的 哈哈哈 还是这句话 等我回来我们再一起干 好嘞 一路平安 加油 请安 再见 再见 看你回来 大家知道张黄老师曾经是冬奥会第一个获得 大到速华冠军的选手 因为我是退役之后才开始接触血痕运动 它跟冰上完全是两种技术 所以今天我也特别有压力 今天就是按速度滑冰的规则来比赛 那速度滑冰 其实我们在奥运会只有一次比赛 只有两条跑道 每一名选手占一条跑道 最终我们以时间来提升 明白了 我建议啊 未求月就别滑了 哈哈哈 对 因为他膝盖有伤 对 好吧 来吧 来吧 好 浩浩 今天突然从单板又换成了双板 最终要拿分了 我不是要拿第一的 我不是要拿第一的 跟着冠军去滑雪 冰雪的趣味运动会 最后的一个决战项目 已经拿到四分的合冲 准备向冠军发起攻击 在这方面可不是等闲适之的 音乐人钱正浩 那么今天钱正浩能否 有五八投筹呢 他们将和冬奥会 一千米速度滑冰 一分十四秒零二的 奥运金牌合得者 张伍宏展开比拼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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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就位 开始 开始 准备好了 曹昊 准备了 2 3 2 回合 奥昊 怎么那么快 浩昊竟然滑的这么快 浩昊好厉害 浩昊好厉害 浩昊的静 浩昊现在赶在第一位 防空 张红现在属于第二位 重重已经摔倒了 浩浩太快了 浩浩表现得非常好 我当时也是有信念感 我也是要超越自己 快到了终点了 快到了终点了 好好好 大达终点 好厉害 你也太快了吧 你连左右都不刹鸡 就冲下来了 你太厉害了 我刹不住了 我突然忘记怎么刹车了 太乖了 出乎大家的意料 输给了浩浩 我曾经是滑冰的选手 其实是我在退役之后才开始接触滑雪 那也没办法 第一名滑得快 那我就是 怎么办 有一点点实力 我服了 可冲还没到 还没到 可冲还没到 还有一名选手 还在比赛 可冲还在赛道上 他这是务归行动 可冲大达终点 我是一路摔下来 我是一路摔下来的 很明显的就是在心态上面出现了一些不可控的问题 把一样东西做好 还是需要更多时间的训练和磨练 对 各位选手做好准备第一道 何文娜 中间是大到速滑的奥运冠军 张虎 左侧 蔡昀 这把比拼究竟结果如何呢 对浩浩来讲能否保持住这个低音呢 我们一起共同 吃米袋 隔就位 开始 开始 好 现在比赛开始我们看到张虎呢 滑到最前面 好 我们看到蔡昀呢 速度把握得很好 蔡昀哥这个比我坏 蔡昀呢 不要着急 现在滑向颠道 快速摔倒 快速摔倒 现在呢要看看何文娜和张虎 现在张虎是一路领先 滑在第一位 何文娜滑在第二位 现在张虎是两路领点 何文娜呢悠闲自责 何文娜摔倒了 小心点 小心点 蔡云哥摔了一个大脚 板子都飞了 心里还是紧张了一小小 其实我是希望摔托板 摔托板我可以马上去减板 然后再起来 如果不托板 在没有人的情况下 我基本上是很难起来 太快了 我觉得还没有反应 就是人已经是 整个是帽子 眼睛都歪了 很正常 好 那已经安全到达终点 帅 好棒 要坚持完赛 他要重新穿了 我们为蔡云 完成比赛的这种精神 来鼓励一下 往前站 忠心往前站 一旦这个运员退之后 仍然会比常人更有耐力 更有韧性 运动人的精神就是那种 能上 一定上 赛云大达终点 赛云大达终点 我觉得他会冲上我 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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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慢点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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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س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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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主要那边有一个坡 本来好不容易能控制在中间 那个鞋子我一下就到这边来了 看你疯狂的谁要躲这个帽 我好太厉害了 为什么这么快 因为我忘记刹车了 他只有一个动作就这样 加住 只有一个动作 我都怕他冲到咖啡店 哈哈哈哈 我本来呢 我滑的时候我也想追求一下速度 等我抬头想看你们的时候 我发现浩浩已经到这了 哈哈哈哈 我就摔地上了 后来我就一直轻吻地下来 哈哈哈哈 所以你这个还是有实力看别人 我从头到尾就没见过他们俩 哈哈 跟着冠军去滑雪的冰雪气味运动会呢 已经全部结束了 大家看到这是获得本期比赛前三名的运动员 第三名何冲 前队 第二名 范志毅的代表 蔡英 透气的时候给你披个范大哥的脸上 第一名何文娜 太厉害了 我们这次冰雪气味运动会的颁奖嘉宾是 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委员 我国冬季大道速化项目当中 第一个奥运冠军张宏 陪同颁奖的是 我们女排奥运冠军 来唯一美奥运冠冠军 费秋月 sì 听两位给预议颁奖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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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谢谢 谢谢 范老师 本来你和我是最有竞争力的 不好意思 这个弄到了我的手中 你想要吗 范老师不会想要的 他一定会说 你的胜利 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不够同奖了 被推荐的颁发了血球 第一次领一个正零食的 会消失的奖杯 跟着冠军去滑雪 一起游 我今天玩得很开心 今天最开心 用百度地图 get冠军同款滑雪地 为运动劲而加油 红姐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冬奥的比赛视频 你没想到他不仅仅有比赛 还有颁奖呢 这个视频我真的一直都没有看过 这是14年 2月13号 你知道我对手当时是上一届 这个项目的冠军 我当时压力特别大 对他加拿大的 好紧张 今年你准备在哪看冬奥啊 我可能要去国外上学了 可能不方便 怎么会不方便的 你主要有手机就能看 下载咪咕视频啊 这个也可以看直播吗 必须的呀 今年看冬奥 就上咪咕视频 全量冬奥赛事 你就可以随便切换 而且还是高清的 那太爽了 对啊 所以你不仅仅要你要看 你还要推荐给你同学们 都要下载 同学肯定会一起看 太棒了 他们来了 走走走 找他们聊天去 今天我们这个冰雪趣味运动会 各位表现都很好啊 而且从第一个项目 记住难忘的24 实际上就是我们国家 1980年普莱西德冬奥会的时候 第一次参加 大道速滑上男子1000米 获得第24名 再到接下来呢 就是大洋洋 在当年延湖城冬奥会上 获得第一个中国冬奥会的冠军 2006年 韩小鹏在都林冬奥会上 最后是夸取通通技巧 得分总和 就是250.77分 拿了冠军了 大家玩的冰红了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 是获得的第三 也是取得这个项目的突破 最后大家一起速度与激情 还感受到了张鹏当时 1分14秒02 获得女子1000米大道速滑的冠军 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 大道速滑冠冠冠军 设置的每一个数字 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突破 因为他们的付出 给我们未来的滑雪人也好 还是冰雪人也好 带来了很多的动力 你们有在凌晨4点比国赛吗 凌晨4点我最晚的比赛 在香港公开赛 是出门还是 凌晨4点开始打 开始打 我预定的时间是 赛表是8点20的比赛 羽毛球五个单向 全是16强的话 你说有多少选手 对 一天当中就四片场地 他前面的一再拖 前面一直打三局 全是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 我就一直等 我到那我已经对手也是困得不行了 我也不行了 奥运会我是最后一场 我在林丹后面 他第一局输了 哎呀我们教练说快快快做 准备活动在下面做 又要赢了下来休息一会 快快快又不行了 又不行快来 我准备活动做了四遍 其实这种紧张比你 你还不如让我赶快上去 你懂我感觉吗 就一直一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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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不一样的体验 所以我们比赛就是这样很介绕 对于排球来讲 就是我觉得队友之间 就跟就是部队的战友之间的感情真的很相似 就同时上战场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们是场上六个人也好 十四个人也好 我们都是打一个球 大家都为了一个球得分 要是三个人都要去触击球才可以得分 我觉得这种团队的那种精神 和我们之间的一些感情 是真的很难以去覆盖的 从五岁开始打排球 那么我是从小就打二传 你几岁 五岁 五岁 五岁算打排球非常非常早的 五岁多高 一米一 五岁开始打排球 五岁一米七八 五岁跟他差不多高 其实家里面没有人练过体育 没有人练过运动 我家里面 但是就是父母就很喜欢很喜欢女排 然后就是把我送去的打排球 但是我的教练第一眼看到我说你打二传 然后我的父亲就说 为什么 我们要打主攻 我们要像狼兵狼之导一样 教练就看看我说 你还是打二传 因为他很沉稳 我一直说他要判断场上的局势 所以他才是场上最清醒的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点跟郁哥那点 就是你毛球真的很像 就一直要观察对手 要想对手再想什么 就是哪怕对手的一个表情 一个眼神 我们都要想他会怎么样做 对 说白了就是他们在研究别人 咱们在研究自己 我也邀请了一位嘉宾 有 虽然他不能来到我们的现场 因为他正在执行最重要的任务 但是他今天要跟我们连线 那他也是冰上项目花样滑冰的奥运冠军 就是伸雪 你好 身体要大一点 最美的那种运动你知道吗 两个人在一起 花样滑冰 好美 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 然后那个漫画看了好多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参加活动 然后跟洋洋姐姐开玩笑 说人家那才是优美的冰上运动 我们那一出来跟坦克似的 张坦克 很多的运动员 看我们这个花样滑冰运动员训练的时候 觉得你看他们多舒服 还听着优美的音乐 然后在上面翩翩起舞 一点都不累 对 学姐我想问一下 你从事你的这个花样滑冰 从开始到就是体育生涯结束 一共练了多少年 一共练了多少年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和赵洪博拉手 就是我们两个搭档 然后一直到2010年温哥华奥文会 拿到冠军的时候 我俩整整是合作了18年 哇 哇 哇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合作 最主要的就是相互信任 相互依赖 它不是两个个体 而是说两个人组合变成一个人 才能把我们这个双刃滑能够表现得淋淋尽致 形容我们双刃滑运动员来说 更像是我们吃东西的筷子 少了一根都不行 好 学姐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学姐 就是搭档这么多年 至今有没有一个闪念想换一个搭档 我学姐那问题问我晚了 我问一个问题 你和赵洪博两个人都特别忙 你现在还中国画上画面的主席 恐怕没有什么太多时间照顾孩子吧 前两天我女儿写了一个作文 我女儿说到我的时候 说我妈妈工作特别忙 她说我爸爸呢就更忙了 从来不回家 从来不回家 因为洪博哥现在是主教练嘛 要陪着朱操 要陪着训练 还是写计划 然后他要为国争光 所以他其实某种程度上 对我们两个人还是比较理解的 所以我看完他那篇作文的时候 我和他爸爸都特别的感动 虽然是很对不起 对他这个阶段的陪伴 但是他依然还理解我们 真好 因为大家 其实作为一个国家队的教练 真的是 太多的后出了 我一直觉得教练这个职业 比运动员更难 其实对孙雪 赵洪博大哥 从小进国家队 一直看他们的比赛 事情赛我都有看 包括最后的奥运奥冠 四季奥运会 那种不容易坚持 也一直是我和傅海峰的一个榜样 所以我今天看到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我们也期待说在2022 我们有更多的运动员 可以站到领奖台 甚至是精彩的 是的 谢谢老师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冠军 加油 加油 谢谢 赶紧忙吧 拜拜 好嘞 拜拜 谢谢 加油 拜拜 那我们也希望 其实在未来 有更多的年轻人 打破我们的记录 站到更高的这样领奖台上 运动员就是在不断创造力损的过程 好 加油 加油 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季节的运动会 但是我们在同一个赛场的时候 我们同样发挥出了我们这样一个团队的一个精神 希望冬奥建儿在奥运的赛场上 可以发挥自己最好的一个水平 可以放松的心态 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谢谢 感谢观看